同樣和徐總徐申明身為台南 巨人哨棒隊的第一代成員 葉智仙這位中華隊史上 談成最佳救火隊的總教練 至今還是覺得很不習慣 從小一起長大一起聊天 一起談棒球的老朋友 就這麼去了 而在葉智仙的腦海裡 徐總客家人應景性格當中的不服輸 就像徐申明的棒球風格一樣 堅挺不拔 一直給我的印象是 他好勝心很強 不服輸 又在球場上 有時候他自己也知道 可能實力不如對方 他還是不服輸 他還是要一直去鼓勵 去督促他的選手能夠 平衡棒球就是這樣 不一定是實力強的就會贏 所以我對他的特別的印象這樣 小時候是隊友 長大後是對手 但會想相交將近五十年的歲月裡 葉智仙不得不佩服徐申明 尤其是在三級棒球時代 曾經達成過投手的最高境界 寫下完全比賽 這男人可貴的介入 因為我們在全國選拔賽 跟金融隊我們那時候是兩個是競爭的對手 他投出了一場完全比賽 這對一個投手的那種成就 是很不容易的事 而且也是在那樣的年紀的那種情況 那是我對他印象是最深刻的 許總的人雖然走了 但紀錄永留存 特別是對於過去曾經一起打拚的老戰友來說 更是永難磨滅的回憶 而現在巨人少棒隊的隊友 還有一個心願 就是要好好的幫許總辦完人生的最後一件事 雖然心中是百般的不願意要送老戰友最後一程 但葉志仙相信只要巨人精神不滅 許總還沒有完成的棒球置業 就還有希望 我們來體驗過代言黃瑞宏 楊博志臺北報導